好 主播觀眾 我是長江情報員 今天帶您重回河壽川 遭到羈押的台北地院現場 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是來到 台北地院的三樓 月券市 為什麼今天會來到這邊呢 主要就是台北地院他們這個法官 根據這個今年4月 刑事訴訟法修法之後 其實律師在羈押過程中 是可以來申請月券 我們在這月券市的現場可以看到 一共有1 2 3 4 5 6 7 8 還有包括外面兩台的影印機 這可以說是非常多的影印機 主要就是要來提供一些律師 來替他們的被告 當事人等等 來提供一個月券的一個資訊 其實他們當天河壽川 一共有三名被告 他們是來到了台北地院 要來召開擠壓程序 當時派出了六名律師來到現場 因為一個人都要一份的一個 卷宗資料 因此他們是非常需要大量的影印 因此來到台北地院月券市 來影印這些相關的券證資料 我們請問一下 當時這個台北地院的行政庭長 來了解一下說 究竟他們那時候是怎麼樣 利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月券這些 影印這些的券證資料 警方申請羈押之後 會將券證資料分成可影印的 跟不可影印限制閱覽的部分 那就當天所移送過來的卷宗 那大概是總共的卷宗數 大概是九千六百七十八頁 那他們大概全數影印 那我們影印的模式大概就是 我們這邊會有一張影印卡 那這張影印卡之後 領取了這張影印卡之後 就開始進行我們影印 那如果按照我們正常的程序的話 如果可以分頁來影印的話 我們這個分頁期大概一分鐘 大概是可以少六十頁 也就是說一個小時大概可以少三千六百頁 可是因為偵查卷宗 他是沒有辦法分頁來少 所以必須要一頁一頁翻開來少 所以速度上就慢了許多 那當天大概總共影印的時間 影印卷宗的時間 大概花了將近四個小時的時間 那影印完之後 再從這個影印卡 那我們這個機器 來看他到底使用了多少張 那之後再用悠遊卡的方式來繳費 那他當天的悠遊卡 大概只有內部的額度 大概只有三千元 但是他總共的金額 應該是一萬九千三百五十六元 所以他大概還積欠了一萬六千多元 今天早上已經有繳納完畢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當時這個他們影印 一共有多達九千多張 其實這到底數據有多少 我們來帶你重回看一下 其實根據瞭解 這個影印紙一包總共是有五百張左右 其實這邊總共加起來是有二十包 也就是說當時 包括六位律師 他月券調閱的影印的一些資料 就高達九千多張 就有其實我們看一下這個皮質 拉起來大概是有一百一十公分左右 可以說是數量非常非常驚人 其實我們可以瞭解 當時這個何碩船 他被羈押在這個 等於是說在羈押程序當中 他是人是在這個臺北地院底下的一個候審室來進行 進待法官說 他們要怎麼樣的羈押程序 當時的情況 其實根據瞭解 其實這個何碩船 他是提出說 要服用這個慢性病的一個藥物 其實臺北地院這邊也是核准說 讓他服用這些藥物 其他一切正常沒有特別提出一些 其他一個相關的要求 後續臺北地院認為何碩船 他今天是涉犯了這個違反證交法 因此將他裁定積壓 所有也被送往了台北看守所 以上是長江情報員在現場為你做的最新連線報導 我們再次把時間鏡頭交還給彭內主播